字幕 李宗盛 Hello 各位小朋友 你好 是我士多啤梨姐姐 這幾天真是好冷 因為快來聖誕節 不如這樣 今天等我士多啤梨姐姐 和大家一起畫聖誕老人 今天士多啤梨姐姐 會教你畫一個聖誕老人 首先我們要預備一些物料 包括一張紙 一支紅色的顏色筆 和一支黑色的顏色筆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我們會用一支紅色的顏色筆 畫出聖誕老人的帽子 聖誕老人的帽子 我們是三角形的 畫了一個三角形之後 我們將三角形填滿紅色 畫完之後 我們放下紅色筆 就拿一支黑色筆 畫聖誕老人的樣子 我喜歡聖誕老人的臉 是圓圓的 嗯 畫完臉之後 我們畫一下聖誕老人的眼睛 你可以畫大的眼睛 又或者畫小的眼睛 畫完眼睛之後 我們先給他一個鼻子 嗯 嗯 嗯 畫完鼻子之後 聖誕老人呢 有很多很多鬍鬚的 我們在這塊面的旁邊 好像畫花花一樣 畫一個圈一個圈 一個圈一個圈 畫聖誕老人呢 那些鬍鬚 嗯 畫好之後 你看看 我們有眼睛 有鼻角 還有 張聖誕老人的嘴 我們在鬍鬚 在這個位置 畫回聖誕老人的嘴 因為有很多鬍鬚 通常 嘴呢 就會在鬍鬚的中間 畫好之後 我們呢 又換回紅色筆了 嗯 我們換回紅色筆 就是畫聖誕老人的衣服 好 在鬍鬚的下面 旁邊 畫兩滑 然後 下面 關上它 將這個空間 揉了紅色 因為聖誕老人的衣服 通常都是紅色的 不過 如果你想為聖誕老人呢 設計一個新的服裝 你都可以用其他顏色的 嗯 不過今天 士多啤梨姐姐呢 仍然是選擇紅色的 嗯 我們要填滿這件衣服的 嗯 游完這件衣服之後 我們要填滿黑色筆 因為聖誕老人的衣服 是有些扭扣的 嗯 你可以畫圓形扭扣 又或者正方形扭扣 嗯 我想聖誕老人的衣服 有一個改的 讓我畫下它 嗯 這邊呢 也有一個袋 嗯 啊 還有一樣東西未畫 就是聖誕老人呢 頂墓上面的波波 讓我呢 畫回它先 嗯 你看看 這個聖誕老人 就完成了 嗯 啊 不如 我在旁邊那裡 寫回 Merry Christmas 嗯 嗯 好 我先用黑色筆寫一下 Merry 嗯 我寫呢 Xmas 先 因為這裡的空間 不是很大 好了 好 然後用紅色筆 再寫多一次 嗯 那就完成了 小朋友 你們也試一下 小朋友 你畫好沒有 畫好了 你可以拿一張聖誕卡 送給你的家人 和你的朋友 下次 下次 士多比利姐姐 再教你畫其他東西 呀 Merry Christmas 耶穌愛你 Tukita 謝謝